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公司意带通在我们洛杉矶也是小有名气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意带通的主要业务 好的 我们意带通是在洛杉矶地区第一家成立的快速贷款公司 我们主营业务是汽车抵押和个人的信用贷款 还有防止抵押 但是我们跟水桶营养比呢 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速 快速 有多快 如果信用借贷和汽车抵押 如果经过我们审核通过 我们一小时就能带到款 哇 那很快 还有防止的话 我们三天也能带到资金 三天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一个上限呢 那根据我们的带到的估价 基本上我们能带到70% 因为往往到我们这里贷款的一些华人朋友们 他们有时遇到生意上面 或者个人生活上面有个资金贷缺问题 他们马上要用钱 如果找到缺统银行的话 他们经过他们的审核 要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才能带到资金 那这个带他们来讲 有些生意上面可能瞬间就消失了 所以它找到了我们 只有我们来 能够快速地带到资金 所以我们15年开业资金 两年多了 我们服务了数万计的华人朋友们 数以万计 对的 所以我们地带通 电脑公司在洛杉矶 还是很受华人朋友的欢迎 我们目前呢 我们第一家是在Lunch Coomeng港 还有在罗兰港 还有阿汉布拉 都有我们的分店 还有我们一个省核中心 就也在Panadina 朱总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行业呢 选择这个行业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吧 我想就是用我的力量来帮助到 在美国更多的华人朋友们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华人到这里 都心里有一个美国梦 就希望他们展败 能在这里安度晚年 是的 因为美国这里空气好 对 还有那个食品方面都比较安全 还有再大一个 就希望我们呢 孩子能在这里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 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吧 您现在的客户当中 是不是还包括有一些 留学生等等这样的群体 留学生我们目前呢 也推出一款留学生的贷款业务 如果符合我们的审核要求的话 我们会免息 免息贷款 免息贷款 应该说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就是他的学习比较优秀啊 学习优秀 对 可能他家里 调节比较稍微差一点 当然也复不出这丰厚的学贷 对 但我们通过了解以后呢 我们才会免息借给他们 帮助他们在美国 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 解决了他们一个 后果之旅吧 朱总您 从15年到现在 或者说从 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您觉得有没有遇到过 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让您想要有可能会想要放弃 做这个行业 困难应该来讲是很多 因为我们不远万里的到了美国 我们觉得我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障碍 语言上的障碍 对 像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也去报名 这个Adel School去学习英语 就是在这个学习当中呢 我就遇到这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 因为我们底子还是 英语底子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我在学的时候呢 今天好像学了20个单词 或30个单词 第二天又忘记了 我记得我在学习当中 又这个老师呢 又经常会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 那我就站起来比较 很尴尬 因为我打不出来 我就站在那里 有很多人看着我 那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好像就比较尴尬 比较尴尬 所以我又在学了几天 我就想不想去 不想去再去学了 那又后来又冷静下来 又想 那我们又想在这里创业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的文化 又必须要懂得这里的一些语言 那我就通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 我就开始坚持去学习 那通过这么几年的学习下来 我觉得我的英语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坚持下来就有了收获 朱总您是浙江人是吗 对 浙江人 浙商给我们的印象是 在中国都是一个很勤奋 和努力的一个代表 那您觉得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我记得我就想起了 我再喜欢的一句话 就小胜靠智大胜靠得 虽然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成功 一定要靠得这个字 那得的有很多的意思 包括道德品德 还有感恩善良 就我们一定要就 坚持自己的这个事业 我们如果 像我就如果选择了这个贷款公司 因为我们就 因为我们在创业当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困难 因为往往就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太粗 选择再欢迎自己 觉得我这个生意 是不是能做 是不是选择错了 但是你就要坚持下去 但是我觉得困难的话 都是暂时的 如果有的问题 如果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学习 能解决这个困难的话 那我们就要提高自己去学习 如果需要外部力量 或者朋友帮忙的话 那我们就要寻找他人的帮助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象 虽然我这个开办这个贷款公司 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遇到一个 就是一个 代我来讲也是一个困难吧 因为我们贷款的话 就直接接触到一个资金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们跟全统的贷款 影响不一样 他们是靠稀储 靠大家钱存进来 才有这个钱的贷款 对 那像我们 我们完全是靠 自由的资金 来做这个贷款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也带了一部分钱过来 还有很大一部分钱 我们是在中国 那时候中国钱呢 又很难过得来 那我就因为我这边 客户发展的都比较快 因为我们的口掰 在华联区 口掰是相当好 因为我们一个快速贷款 二个我们确实在审核当中 有些能帮助的 我们尽量能帮助的华联 有的就是他利息 付了一点的利息以后 他觉得有困难的话 我们都会通过 真正的给他了解以后 通过被他减免一点 利免利息 所以我们在华联当中 口掰是相当好的 所以我们业务开涨的比较快 所以在资金上面 我们自己资金上面 也是一个怼权 那这个就是 带我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那我中国企业过不来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想到找外部的力量 或找朋友的力量 来解决我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找合伙人 就这里就找帕郎 但我觉得我通过了 各方面的朋友了解 就找了比较好的 有神力的一个朋友 来帮助我们 等于是就来路股我们 来加盟我们 就提供了很大的资金 给我们 那这个就是阶级的解决了 我们的一个后顾之律 那现在我们越做越大 所以我们就不过这个资金上面 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目的就要服务好 这个顾客 不管他们有多大需求 我们都能满足它 您作为一个 就是说公司的一个领导人物 您觉得带领团队的一个 重要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秘诀我觉得 还是要以心为本 以心为本 对 要关心员工 让大家推却一心 向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就这样的经验 才会恶而正常 欣欣向楼 所以主要还是要对员工 有一定的关心关注 还有就是以他人执行 我们创办企业就本在外 他人解决困难 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就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地以外 这样子会赢得更多的 郑总您对一代通公司 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 我们一代通公司 在外来的几年之内 我们要开展 存买过华人局级的地方 开始分跌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特点 就是在网上申请快速 快速贷款平台 现在我们一代通 已经有一个APP 这样在手机上 使他往下载我们的一代通 就在手机上跌跌 就能快速带到资金 就是不出家门 就可以带到钱 这在我们洛杉矶 是一个首创吗 对 我目前来讲是华人第一家 华人第一家 我们外来也像在大家缺钱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 有钱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做理财 投资理财 买钱的话就到我们公司来贷款 因为我们外来也会开发一些 多开发一些理财产品 因为投资怀抱率 独有七八个点 七八个点 对因为在美国存钱上面就有利息 对对对 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回报七八个点 太好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多朋友 我想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无论是理财还是贷款 听说朱总您平时经常做慈善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做过的这些好事 这个就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 也不定期的话就带一些山区的小孩 也希望小学他们提供一些 决助一些学习用品 还有个人生活上的用品给他们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 虽然睡不了什么 但是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对对 就最近这个十二月嘛 就今年十二月 我们在加州一个布拉尔 是一个城市 因为他们的市政府 就找到商界 就给他们一个困难 低收入的困难的家庭来 小孩来接住一些 帮助他们一个学习上面 一些帮助 但是布拉尔是它比较偏远 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 来与那个农作物嘛 来耕田 所以它城市很漂亮 但是经济条件不好 那我通过了解以后呢 我个人就绝中一万块钱 给他们来购买这个学习用品 就希望这个 用我外婆的力量能帮助到他们 我也在这里也呼吁各大的华联的企业家 在自己经济上面允许的话 可以奉献自己的爱心 就希望也能帮助到他们 朱总平时这么忙的工作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个人爱好 在限小时间的时候 个人爱好 实际我还喜欢跟家人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 对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 就早出晚乖的 可能会牺牲一些牌帮家人的时间 另外我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我的大的女儿已经在上大学了 就两个小的还在幼儿园 我还有一个就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太太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一个奋斗的动力 就在我有时候工作比较辛苦的时候 就想到他们我就又有劲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朱总您作为一个金融方面的专家 对一些我们的就是说华人朋友们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 就是说在金融理财方面的一些意见 就是投资方面 因为我觉得投资 跟性质就跟赌博也差不多 差不多的一个性质 因为往往你上投资站买股票 你赚的时候 你就不停地把本钱加入 赚了也不抽出来 但我的意见就是 你赚了钱把本稍微拿出来一点 再投入一点 你不要全部把全部投进去 因为你如果一旦你排了本之后 就会不肯了 就会追加成本 意味着一直追加成本 那就意味着你再排钱 所以投资还需要很大的一个理智 还有一个谨慎 即使你就忌惮也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风险也不要放在一个理财上面 或者投资上面 还有就是因为信用在美国 因为很多华人朋友不懂的一个信用 因为我们从事了 在美国从事了几年贷款的一些经验 很多华人还不太重视信用 是美国是一个信用体制的国家 对 如果你信用不好 会影响到你贷款 买房 买车 甚至工作方面 都会影响到信用 对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 就是各大华人朋友们 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信用 对 如果信用不好 会影响到你在美国 一个发展 一个前提 会遇到一些很多困难 对 很多困难 对 所以说华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信用 对 信用 朱总您在做贷款业务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 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案例是很多的 因为到我们这里的贷款来 基本上在全统银行 已经是审核或者就通不过了 那才会到我这里来 那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讲他了 就是有点隐私问题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 一个阿兰朋友客户 因为他自己拥有 一个很大的一个plaza 然后到他到了纳税的时候 他为了两万块钱 就有个税金拿不出来 那他不等于他是没钱 因为他下个月就有钱了 对 因为他有的租金没收上来 还有的这钱已经该花 已经花出去了 对对对 那因为他如果找银行的话 那就过来几万块钱 也没那么快的速度 也没那么必要 那如果他找朋友呢 又开不了这道口 因为他毕竟也是大人 也是老板 对 又不好意思跟朋友开口 借这个钱 然后他找到了我们 我们通过就 短短的半个小时的了解以后 半个小时 对 我们马上就批他两万块钱贷款 然后他过了一个月 来还掉以后呢 他就非常感谢我们 所以我们确实是帮助了他们 结局上是帮助了他们 这个忙 因为华人我们都比较要有灭职嘛 对对对 然后如果向朋友开口呢 能借到钱 但是他在灭职上就过不去了 所以在我们来讲 一个我们所有人家利息 我们没有人情 一个我们也没什么人情 就直接把钱借给了他了 所以他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大厨嘛 大厨 对他也是在美国呢 也是五六年了 一直从事厨师的行业 厨师的工作 他就再经历一段时间 他就看到了一个饭店嘛 他想把它买下来 但是他自己呢 也有一定的继续 然后呢 他像旁这个店呢 可能资金上面 会差那一部分 那找银行呢 也不可能会带给他这些钱 然后他呢 又找到了我们 那我们通过各方面 来的了解 看看这个饭店啊 确实是不错的 然后他个人的技术方面 还有厨艺方面啊 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 觉得他都是不错 那如果他我带给他款 他就可以做到创业了 就能自己拥有自己一家店 因为他这个大家都是有这个思想的 因为我在这里党工打了一些年 就像自己当老板 所以我们了解以后呢 我们就带款他一部分的资金 然后他就顺利的把这个店盘下来 但最近呢 拿这个店呢做得还不错 所以他陆陆续续的把款式也缓上了 所以我们这个带款公司呢 在洛杉矶呢 还是确实是确实实在的是帮助了很多的朋友们 华人朋友 对的 帮助他们解决一个知音对权 解决了他们一个老板之急吧 但我们的案例还是很多很多 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一一介绍了 所以您的客户有很多是处于这个 就是正在创业的华人朋友对吧 对 我们就在正在创业的就想创业的 他如果有好的一个生意项目 那跟我们来讲 那我们通过了解之后呢 觉得他生意可以 那再起码我们能帮助他 我们才来解决他的这个资金问题 朱总那刚刚您也提到了 您有许多的案例给我们分享 什么样的华人朋友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从你们这儿带到款呢 这个第一呢 就要信用好 信用好 对 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个在美国 一个有个良好的信用体系 第二呢 就是他就是没有很多的一些外债 外债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审核的系统 就我们通过系统我们看得出他 叫或者欠了多少钱 或者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吧 是能够了解他整个的一个情况 对 资金一个状况 我们了解以后呢 通过我们自己 我们一个审核系统通过以后呢 我们会根据他的工作 根据他的收入 来制定一个他的个人贷款方案 就让他们能既然借到起来的钱 也能帮助他们 也能还起这个钱 如果还不起的钱 我们是不会借给他的 那这个不是我们在帮他 反而来说我们是在害他 一定要在帮助他们的情况下 带给他一笔资金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所以也就是说 也不是说你想带多少就是多少 要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情况 对 要根据客户自身条件来 带他多少钱 也不是我们说了算 实际上是由顾客说了算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人之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